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导演呐 而且陈果导演是咱们这个有港片情节的人 没有人能不知道的 去年烟花特别多呀 还有香港制造 就七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对香港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时刻 但是问题是主流店没人讲九七问题的 主流店 就算讲比如说张婉婷的玻璃制成 他有讲 他是很就是擦边球而已 我知道我那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要拍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拍 但是我不是用一个主流的形式去拍 完全是一个用一个独立制作去拍 但是就拍成香港制造 但是问题是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人 一些小故事而已 他不是那么不然状况的那种大大大时代啊 那种感觉 这样这样才好啊 因为其实我有个偏见 所以说像陈果导演的作品啊 那么我们作为香港人啊 更正苗蓝的香港人 是苗黑啊 黑的苗黑的香港人呢 那他看得很有感觉 因为呢 他那个不管是九七前也好 后也好 或者说过度也好 那个是要来打底的背景 可是里面讲整个社会的人啊 不同阶层的男与女的两代的 那我们看得有感 我很怕我的偏见是 我蛮怕香港导演去讲历史的 对不起 好多导演都是朋友 好像几乎没有一个香港导演讲历史是成功的 比如说十月围城吗 啊 我不能讲 很多的男男女女的导演 当他们很认真的去讲历史 不管是现在的 还是民国的 还是古代的 什么关云昌什么 你就觉得蛮蛮好笑的 因为坦白讲 我这位香港人 我在我在坦白讲批评自己 没有那个历史感 没有那个训练 对 或者这样说了 公道一点 我们有另外一种的历史感 总把事情看得好玩的 很轻的 搞笑的等等 那那个 所以香港导演一拍历史的片 真的谈历史的 我通常觉得 我到目前没有看过成功的 你这么说 我还是真是挺有感触 就是说香港的港片影视剧 影响我们是什么 可能我现在都有点过时了吧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看啊 就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大陆现在都时髦说拍喜剧片 喜剧感觉真的是王道了啊 可是呢 选择太少 就这个类型 大部分都是一个搞笑的套路 说实在的 比如说现在特别火的 这个太子妃生殖日记 对吧 当然已经下架了啊 包括什么这个 你看港炯啊 包括你看这个 夏洛特什么 还有那个大鹏拍的 那个叫什么煎饼侠呀 煎饼侠 最近还有唐人街 你看我就看这个所有这些个搞笑的 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就哎呀 周星驰了不起啊 周星驰了不起啊 就我觉得有的是明的 向周星驰致敬 对吧 有的是暗的 你觉得你再怎么搞 都是那些无厘头的那种变种 你好比他不像 你比如像像美国 好莱坞 他好像也有五地埃伦的喜剧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喜剧 但是你看 你现在就觉得啊 就港片当时的这种无厘头 一直到今天影响大陆的 这个所谓娱乐片 我都觉得有多大的 这个新的花样 当然他有新的发挥 对吧 但是实际 前途是光明的 我我经常表达这个观点 因为当时香港已经从 香港收心词以前 很多港片都是不能看的 搞笑也好 悲剧也好 可是没关系 他够熟 够熟的意思是说 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 他把饼做出来了 饼做出来之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百花齐放 记得吗 我经常说 因为我们有王金 后来坦白讲 从某一个角度 导演不一定同意 才有王家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敢丢钱进去 我可能赚了三部 五部 我亏了一部 可是给我面子的 是大陆呢 你从前看 我去大陆不是经常学一句话吗 凡事总有个过程 对不对 就现在阶段 把饼做大起来了 OK 大家的要求品位 还有那个投资方 愿意把钱丢进去 我觉得应该这么看 我赞认他的说法 其实刚才跟他说 那个历史观有关系 因为你太严肃去对历史观 你太认真了 所以反而整体上都是往一些无厘头啊 轻松一点 许剧也搞笑一点 反而这个呢 使得整个城市的电影呢 比较蓬勃 比较就是百花齐放 我最近拍个CC那个纪录片 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原来我拍CC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香港在70年代是最开放的 反而没有 严肃文学没有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那些流行文化给打倒了 金庸啊 那些流行小说啊 武侠小说给打倒 所以他一直没有成长 那一直没有成长的过程就是说 只有搞笑 因为香港人那时候对政治 对社会问题是非常冷淡 你不要搞这些 我们我们这么辛苦了 我们最好是娱乐 所以整个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香港的娱乐电影 娱乐歌曲什么什么都成长起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只有放纵三俗的发展 才能有真正的高雅出现 没办法 生活是这么 我就是想从你这里说 今天你看我们做节目的拍电影的 也都是一个道理 我就说一个道理是无争议的 就是说老百姓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 不要受教育了 晚上就是要娱乐一下嘛 就是要开开心心 所以你知道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误读 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啊 这个 周星驰 我认为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是什么一代宗师 但是呢 当时在大陆的很多大学生看起来 这个什么后现代啊 或者就又又什么的 可是实际上后来我了解到 那个时候香港的电影电视 就都是这种满足市民的嘛 就是这种搞笑的 打打闹闹 无厘头的 但是周星驰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他他他玩成精了 他找出自己的路子 因为每个人都是重复别人的东西 他的聪明之处是他找到自己的路 你觉得他的路 你就是无厘头 这无厘头 跟现在香港电视一般综艺节目 他升了一级 他比你更无厘头 里面其实我在看有一个时代背景的 因为我们是相信说任何一个东西啊 理想流行是你的事 他真的能不能流行起来 是另一回事 他有时代背景 因为当时周星驰所谓无厘头出来的时候 是香港最压抑的时候 过渡期谈好了 过渡期 大家感觉好像受整个社会 有一个大的东西在绑着 香港那时候 OK 在有个困局 不晓得未来总是焦虑吧 当时不止香港焦虑 九七前后都有这种焦虑 英国也焦虑 北京内地也焦虑啊 因为很大的实验 很大的事情 很大的事情 OK 他是从语言表达方法来一个解脱出来 就说我们原来世界上的事情 可以不这样想的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里面还有甚至里面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啊 比方说鹿顶纪 他改编鹿顶纪啊 他里面谈 坦白讲 还谈到反清复明 那个反清复明啊 反清复明 复明 OK 你是哪个堂口的 连我们的宗旨都记不清 讲到那个民族大义啊 我到底是什么人 我要找什么样的路啊 我要清 里面生活好好的 干嘛要反清等等啊 他里面很多跟当时整个时代气氛 很有很有关联的地方 这样才能打中 而且还有一个 这个也挺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说你说香港的当年影响大陆的 比如说像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啊 他有某种啊 永久性 他这个永久性在于哪啊 就是他没有门槛 你看为什么星爷直到今天啊 好像还那么多粉丝啊 你发现没有 就是有一些喜剧啊 某些知识分子可能还觉得挺低级 对吧 但是呢 你会发现啊 他不管是什么文化程度 不管是什么年龄 看到某种无厘头都会笑的 他不像是五迪艾伦那种 你可能你得多少读点书 或者说像你说的有点历史的了解 某个玩笑你才会笑 这也是反映了香港的一种 就是直观性 他搞的这个东西就是一般市民 人人都可以笑 但他这个周星驰的成功是 其实他是从电视开始的 他从电视里面已经实践了这种 因为当年他拍了一部 我不知道忘了那个 他来自江湖 他来自江湖里面什么吃个包 喝杯茶 这些后来变成香港市民讨论的一些对白 每个人讲这句就知道 这那部电视剧是他 所以他没拍电影之前 他是非常聪明的 拍电影之前 他已经在电视上面实现这种 无厘头的一种一种术语啊 或者对词啊 然后在电影的时候 他不一下子来做导演 他慢慢的在学 找别人拍 他自己学 当然他也发挥了他那些 就是很强劲的一种 就是对白 那些幽默又真的是无厘头 突然间你这么严肃讨论问题 他突然间爆了一句话 你就好像很好笑 所以这种从电视持续到电影 现在他已经完全抛弃了电视了 电影他一直走下去 所以这个无厘头变成是 现在不只是香港期待 就传中华人都期待看他的电影 对其实不管你说你他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无厘头是香港文化 对中华文化做的一个贡献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么坚固的文化背景里面 应该说是非常有突破性 当然成果导演也是一部分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再说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我看到这个新浪娱乐对你的访问 就是说这个陈果原来一直是记录香港社会变迁的导演 说如果要评选爱港导演前三名 他绝对在里边 另一个也许还有王家卫 说但是有这个港片情节的人 可能会发现世界变了 因为听说陈果要来内地拍商业片了 传出这么一个消息 然后我一看他在采访 就说陈果感慨 你这感慨我很想请教一下 他说看到香港女孩嫁给大陆男人 就知道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你是有个人的体会是吗 没有我其实是观察 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观察 因为以前只有香港的卡车司机 跑大陆的去娶大陆女孩 不是娶吧 是包吧 有包 卡车司机包儿奶嘛 有 那个有 但是也娶 也娶 现在香港屯门区 一些小区老区 你听 你走进里面 听的都是半咸半淡的国语 不是国语 是广东话 广东话 国语也不正统了 他们那些乡家 就是从广东过来的 其实这些都是湖南 四川 重庆 哦 珠交三角洲 是是是 都是这帮人去取过来的 那这些没有三 哦 就认真的 但是 也有负责任的霍车司机 是吧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哎 变化了 不一样 你就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在变 真的吗 甚至你在深圳 我观察的都少 你在深圳夜场里面 发现你跟五小姐去喝喝 你发现她是来自香港的时候 你更变化更大 香港女的到深圳夜场会去了 有什么初期 啊 考察考察 这我了解的少哎 香港 哎 你香港女孩子在我眼里是很独立的 没有 你觉得呢 生活真的不容易 你是香港妇联主席 不是 没有 中间有 这你观察到 比如说有没有香港女孩子被大陆富豪包的 当然有 而且也一定比以前多 可是呢 我们要观察更久 因为啊 里面除了地域差别 贫富差别 性别差别 混起来就复杂了 怎么讲呢 香港男的 不管是货车司机 还是中产知识分子 还是中产文人 这个那个 去去去 那能够比较维持长久 因为里面很多很多关系嘛 那个女的 内地的女的 可能依靠香港那个男人 OK哈 可是我的观察呢 香港的女呢 去嫁给大陆男人呢 那个关系不容易长久啊 除了文化差异以外 还有一个文化差异非常重要 我看到好多啊 很快那个男的大陆男的 已经受不了那个香港女 我们一般叫 受不了各方面啊 挑剔 你用这个字可以啦 或者要求高 OK要求高 会对事情比较执着 不会说什么 都说没事 随便啊 不会 OK 那个女的 有自己的生活风格 不管在生活嗜好上面 行为上面 标准上面 OK 那所以比较不容易长期的磨合 还有另外一点 到最后呢 我观察到很多 内地的男的 到最后 还是喜欢内地的 还是觉得 嗯 还是内地女人 在各方面 生活的要求啦 标准啦 对事情的看法啦 语言啊 还是比较能够强起 大概刚开始新鲜嘛 跟一个香港女朋友 但是香港女人 如果咱都竞争男性的话 这个香港女人 你觉得和内地女人 有竞争优势吗 或者是优势在哪里啊 香港女人 其实以前有 现在没有 以前有的是什么 以前有的是什么 以前有 但是中国当年 还没有开放内地 所有物质上 学识上 他们都会 因为当然我们也有很多 去外国读完书 回来做一些 就是金融高档的一些职业 但是也有一些是没有的 洋气一点嘛 这整体上都洋气 其实为什么 香港男人 那么受欢迎呢 香港男人 其实在十几年前来讲 东南亚 传华人的地方 是最受欢迎的 为什么 因为香港男人温柔 比较宠女孩子 真的 比较给钱是吧 有钱对他好 你起来帮你拉凳子 盖衣服啊 都都懂做 我跟你说 这也许是香港某些报纸 当年给我留下的一个偏见 你看香港报纸 有时候他当年塑造这个 我记得在18年前了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 我就记得当时香港的某个 那个水果的那个报纸 在讲 说到深圳采访 那个卖淫女 然后呢 你看就香港记者写的 说卖淫女说啊 说这个北方的这个客人啊 北京的和香港的客人不一样 说香港的客人呢 就是嫖完了 就给钱 甚至都都给一点小费 他说北京的那个呢 不但不给钱 做完了之后盘腿坐床上 教育他从凉 这也就是你们的偏见 也有 也有不给钱的 也有 不是不给钱 也有一些 就嫌你太 嫌你不值 不值 对 又不愿给那么多 我们做这一点 我们 因为我以前跟过麦当雄导演 电视那个麦当雄 他们是专拍这些社会问题的人 对 我们拍五小姐拍了很多 我们见过很多这种东西 甚至我在我拍榴莲飘飘的时候 我也访问很多这种人 其实他 所以我为什么拍榴莲飘飘 呃 当年那么轰动 就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就是那么真 当然如果你要真百分百真 就更更悲惨的都有 好 那么现在时代变了 香港男人不受欢迎了吗 呃 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 在卖淫界也不受欢迎了 卖淫界是 比不上 因为现在国内的那些是 比不上内地的 扔钱 是 这样说好了 我觉得香港男人 我还是要说句话 还是一样受欢迎 可是内地男人更受欢迎 其实说回电影也一样嘛 我们经常听说 别说回电影 我刚才还有个问题 你刚才讲香港女人 现在的优势一落千丈 那又是落在了什么地方 差在了什么地方 没有了 因为我们经常香港男人讨论 就是香港 我们说大鼻子 大鼻子 大鼻子 看不起你 那现在当然问题是 因为现在大陆女孩子 如果你讲身材 大陆女孩子好过你 但是人数上 基数就大了 对 然后所以 如果你再这么 娇气 或者再这么 就是被宠的话 宁愿你到上面取一个 香港男人都 大部分都是现在 都是这样 所以很难 没有以前那种优势 是真的 香港父女很需要 我们拯救是吗 在这一点 比你更 你要说她怎么宠你 她更懂这些东西 香港女还是不会 太去取悦男人 你觉得 主动了 就是大陆女生 就是特别主动 她看中目标 打猎一样 锁定 导弹就来了 两个导弹 三个导弹就打过来 那香港女生 就是比较含虚 还是被动 还是这样 香港女孩子就没有目标明确的 香港女孩还是有导弹 可是不会发射 有的是香港女孩子是原子弹 我看 那也有 当然也有 问题是如果你整体比比例来讲 还是比不上国内 国内的 当然现在的价值观改变 大家的 其实那个那个所谓标准不一样 甚至他的想法是有有有另外一些目的的 不一样 现在很难 那你比如说你看 你是导演现在都到大陆到内地去去发展 你所了解的会不会像你说的 失去了优势的一些香港男人和香港女人 他们也去内地找机会或者帮大款 那这是不是找机会 我在工作上是一定要找另外一个出路 前途上 因为内地各行各业都非常发展非常好 所以他们进里面去工作 这些机会一定有 那工作顺利成长就谈恋爱 这个都有很多 你觉得能适应的好吗 我觉得慢慢会适应 因为这个东西你毕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难你都要适应 等于以前我们香港到处有移民嘛 因为别的国家也可以很容易跟别的外边的人结婚啊 怎么样 但是现在掉过头来 以前是不会回内地了嘛 现在以前只有男人回内地 现在女孩子也没吧 因为实际上社会也在进步 那里面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事业 也做得非常好 那其实没有太大分别 你这么说 就当年你拍这个榴莲飘飘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行业来拍呢 没有 主要是因为我拍了 因为不是我拍了 我那时候还没有拍那个香港有个何莱坞 我是拍了西路翔的时候 我在旺角那一区 现在是狼好方那个酒店的部分 那个时候 当然狼好方的酒店盖了之后 就整个生态改变 那时候里面都是一个妓女走来走去的 妓女走来走去 就是在做声音 因为那一区就是全部都是夜总会啊 或者是我们叫做楼上驾步 一楼一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妓女 是不是以所谓的北姑为主呢 船都是 内地来的 船都是 每天在街上那个状况 你看了之后 你现在拍不回去的 那个 我一直拍的时候 一边看到的时候 我说好 我绝对要拍 我绝对拍的时候 我就跑去餐厅里面 那时候查餐厅很多 里面基本上一半都是 这边这一边都是 全部都是女孩子坐那边 他等order order 下单 下单 那个马夫一来 到你了 他就在吃外面 就是我拍电影里面那些生态 一模一样 吃吧 走了 OK 他拿一个纸巾盖上 他要回来还要吃 他就跟他走了 就走走 去哪 那个马夫就带他去 因为旺角是几条街而已嘛 就好像送外卖一样 就带上去 其实现在也一样 现在盖了那两号房之后呢 赶了去油麻地 而且 你怎么这么熟啊 因为我那边 料间那边现在也很多 因为很多好吃的嘛 经常 这个话题很好 咱们去下广告要谈下去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这个谱点啊 家会比较熟 我当然熟啊 因为我都带那些学生去考察 没有街油麻地 让我很惊讶 是什么卖淫专业的 考察 我要他们去完两个钟头之后来写文章 描述他们看到了香港没有街 然后我说 惊讶 让我惊讶是连白天都有 从早上九点钟 哎呀 比如我们上班还准时啊 这已经站在街头了 全部站在街头 你从街头走到街尾 都听到一句普通话 去不去 去不去 所以我的普通话讲那句是最准的 不 我最准是说不去 不 不去 我最准就是要不要发票 而且我刚才熟啊 导演 我是亲眼见证 本地妓女 被内地妓女 挤压出市场的过程了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啊 坐完电梯只有两户 A跟B户 我住A B就是一楼一凤 这是本地的 你那时候就跟凤凰在一起 那是七零年代末期 我还记得我出门 然后有一个晚上 才十点钟 碰到隔壁的B座的那个本地妓女啊 出来 他们没生意 他去吃宵夜 他就看摸着我的头啊 小弟弟好像想把我找进去一样 然后 然后我这样很惊讶 那是我生平里面非常心头小鹿乱撞的 小弟弟很激动啊 摸着我小弟啊 摸着我头啊 小弟弟 然后就几乎哭着跟我说 没有生意 他说 我说为什么 他说都是内地啊 那时候开始好多的女性过来 当然有做其他的震荡的行业 好多越来越多在那边 而他们本地妓女了 这市场萎缩啊 所以我的本土意识就是他学后成长 那现在本地的是不是又兴旺起来了 内地的不来了 都去做那些叫什么 我们另外的说法 就是朴浩侠拍那个电影那种 叫做什么 就是最近你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 大雪寻媒 大雪寻媒 那个女孩子就是做那些 就是这些都是18岁左右的女孩子 一个电话来 她就自己去做 原交 原交 对 香港话叫失踪啊 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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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流行那种 给人控制的 但也有了 但是问题是 这些失踪的 他只要给个电话给你 你随时可以 可能你的一天里面有 有十几二十个电话打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变化 你那个时候讲是生活艰难的 但是现在的这种原交啊 他有点消费主义 社交媒体 这是不是有点这个 很多女孩子就要个包啊 其实最难是一关是说你第一次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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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